爸,张喜,三十岁,妈妈,韩武林,三十岁,老大,张宇哈女,三岁吧,老二,张悠然,女,九个月,李传平舍,当独生待开始养育第二孩,谁来为他们补上兄弟姐妹之爱这一刻? 九岁女孩争宠,退化成婴儿,从种种迹象看来,九岁的小节都在越长越小,她坚决拒绝视自己的小屋睡觉,虽然在此之前,她已经与父母分床睡了两年,她不想去上学,但更害怕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,又是她像个受了惊吓的小猫,时刻想往妈妈怀里躲,又是她更像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, 不停的要求妈妈抱抱,亲亲,嫉妒渴望那种在强保之中的安全感,眼看小杰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一个月,刚生完妹妹只有三个月的妈妈急得不行,正决心和爸爸一起好好教育一下,情绪闹得实在太过分的大女儿,没想到,小杰的一句话,吓得父母即被发凉,她指着屋里一个空白的墙角说,她在冲我笑, 按照小杰的描述,医生怀疑她已经出现了患事,幻听行为,要求住院观察,听说家里有个刚出生三个月的妹妹,孙林提醒家长,孩子应该是因为二宝的出生,而出现同胞经病障碍的症状, 这是国际疾病分类,ICD诊断标准提出的一种心理障碍,可发于童年的情绪障碍中,简单说,就是随着弟弟或妹妹的出生,儿童出现某种程度的情绪紊乱,表现为对弟弟或妹妹的竞争或嫉妒,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, 对一个家庭而言,人们把同父母所剩的兄弟姐妹的关系视为手足之情,这种感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精准的表达,T,为何这些孩子出现同胞经病障碍? 听了医生的建议,妈妈把小姐带回家,悉心沟通后,孩子吐出真言,那些话都是我编的,就是不想你看妹妹,因为你是我一个人的。 孙玲认为,天真的孩子也有自己的烦恼,从家庭中人际关系的框下来看,他们很容易把多了弟弟妹妹,与父母不再爱我的想法画上等号,产生极度的情绪, 孩子出现这种情绪波动也是正常现象,他认为,问题的关键,在于家长的行为和引导方式,一小题为例, 如果家长不及时关注其情绪变化,以为责马或致志不理,会导致孩子的情绪问题越演越烈,最终更难以控制,久而久之,他可能会分布出,那些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情景,那些是真实存在的, 还有的孩子对弟弟妹妹表现出强烈的敌意,甚至明显的攻击性,出现残害别人或自残的行为, 原本在伴侣成绩,名列前茅的涛涛,因为急不守规矩,还动手打人,哪个老师都拿他没办法,几乎又被劝退了。 原来,他的转变是从弟弟出生后开始的,一个邻居总爱开玩笑道他说,你就掉下了,深深的刺激小男孩心里,他的脾气越来越大。 几次动手打过那个邻居,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,他总狠狠的敲弟弟,疼得弟弟哇哇大哭,又以来父母对他一痛折马,也没少因此而打, 他变得越发无理取闹,吃饭要让妈妈端到床上喂他,连大小便也让妈妈端着便捆在床上给他接, 只要不依着他,他就在床上没完没了的打火哭闹,很快,各个老师都请家长到学校,反应滔滔上课不听讲,低头玩自己的东西,甚至在课堂上随意走动,从不写作业。 孙林分析,这是典型的同胞竞叮障碍,爆发出的行为问题,多动,注意力不集中,不服从父母的指令, 与父母对与甚至冲突,爱发脾气,甚至有的会离家出走。 在孙林看来,出现较严重同胞竞叮障碍的孩子,当然有其自身性格特质的问题, 但更重要的原因,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,形成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,或者光把孩子交给老人带,使得孩子对父爱母爱,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。 孙林建议,父母应该真正把孩子当成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,打算要二排后,应从怀孕到弟弟妹妹的降生都让他保参与其中,要其体会到分享的快乐, 感受到自身的价值。 遗憾的是,这些年轻的父母,自己也都是独生子女,他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中,已经缺了兄弟姐妹这一刻。 二孩时代对过去几十年家庭教育理念提出挑战,父母生二孩,导致老大焦虑不满,甚至以死相别的例子,今年来并不显现。 此前,有媒体报道,青岛一所小学四年级班主任称,班里有七八个孩子搞了个反弟弟妹妹联盟,集体抵制父母生二孩。 还有一位四岁男孩,给弟弟起名多多,多余的多。 有人认为这是孩子在虚张声势地表达不满情绪,不必太当真,但孙林认为,父母应及时关注孩子的情绪问题。 如果童年时期这种负面情绪持续时间很长且无法及时调整,很可能会导致极端行为,甚至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交代影响。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家里兄弟是否和睦的小问题,赵立民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,孝提文化的传承和发扬,关系到整个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。 取传统文化之精华,俗家思想重视人和理,赵立民进一步解释说,孝提也是人的根本,而理极秩序。 李茂就是建立在秩序基础上的,因此孝提文化,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的寒意。 他认为,中国人谈家国,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倘若家不能齐,如何能治国平天下? 孝提,则构成了家的主要关系,因此,在家里处理好孝提的关系,才能有几推人,扩大到整个社会,整个国家,形成老物老以及人之老,用物有以及人之忧的社会崩弃,让社会运行更有秩序,国家治理更想规范。 他也看到,眼下西文化缺失,不仅发生在中国,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,全球型的低出生率,哨子化,使得兄弟姐妹的关系再减少。 这个问题在中国可能更加显著一些,持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,让人们开始大忘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关系。 如今的孩子已经是独二代,一个孩子从出生起,就习惯了独家父母和祖父母等独个大人的关爱。 但中国迎来二孩时代,这些被捧在手心的独鸟,必须学会面对一个新的变化,要与新来的弟弟妹妹分享大人的爱。 这不仅是对孩子的挑战,也是对过去几十年家庭教育延续下来的理念,提出了新挑战。 赵立明认为出现这些问题,也受到现在年轻一代生长生活的环境影响。 因为交流方式的改变,总的来看这个群体确实更关注个体的问题。 交往和互助的能力有所减弱,因此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,也在呼唤替文化的回归。 不仅让家里的人际关系更和睦,进而扩大到社会当中,也让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关心,互相关爱,互相帮助。 更有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,他期待着,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等多方携手努力,从孩子抓起,从让孩子送读和学习国学经典开始,从实体文化,让传统文化在新时期会发新的生命力。 胡春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